台湾除了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先来后到的人们 也引入其传统生活与经济活动所需的物种 无论是渔货、水产、五穀杂粮、家禽、家畜、林木资财等 都是大地血脉对人类生命的供养 然而,现代的耕种与捕捞 虽然大幅提高生产效能 却也造成了土地破坏、生态失衡 及生物资源浩劫等结果 人们开始解释自己的生产过程 学着以敬重自然环境的态度 规范过程中的不当手段 发展永续的生产方式 期待保有与万物共享的自然家园 最后 请您贴近那墙面上的台湾大地 闭上双眼 聆听各地的声景 从苗栗万海的十首鱼歌唱 到荷欢山上的人生与鸟鸟鸣 一起感受到海洋与土地的丰富生命讯息 台湾 以其独特的地理与气候 征养MIT台湾制造的生命 与人们生活所需 是一首美丽海岛的自然诗篇 期望在环境、生物与你我的共同引勇之下 传畅不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